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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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傳統的東西都會隨著時間失傳 但你有沒有想到愛也有可能會失傳呢? 到時我們會不會永遠都感受不到愛呢? 遊之望區的愛的喜悅 就叫大家把愛的喜悅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這個愛的喜悅花圃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充滿愛 有這麼獨特的鳥巢 看到鳥媽媽在餵剛剛出生的鳥寶寶 令大家感受到愛是無限和愛的傳承 以不同種類的杜鵑花點題 如意愛的喜悅 比利時杜鵑全年都有花 因此又稱為四季杜鵑 它的顏色多樣化 分別有紅色、白色、玫瑰紅和雙色等 由於外形鮮艷奪木 所以很受歡迎 不過種植比利時杜鵑 都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要記得幫比利時杜鵑補水 不可以過於光燥 而它適合半陰曬的環境 所以要避免陽光直射 看完愛的喜悅花圃 都要將這份賞花的喜悅維持下去 那一於參觀網上花展 只要一部手機就做到 連街都不用出 就可以隨時隨地賞花 還可以玩互動遊戲 參加18區圓浦有獎投票活動 不斷就在這裡 我們要看這份賞花園 那些賞花園